大家好,我是上林地區新體股建設派遣推薦 派遣是美國五四四旅地區 現在講美國,美國很大 所以我去的經驗不能只算美國經驗 所以我要先講,我去的五四四旅地區 是在懷悠明州 懷悠明州正常人沒聽過 因為他人口很少 全美五十州排名第五十 比阿拉斯加人還少 所以真的沒什麼人 可是我們這邊有 有名的黃石公園其實是在懷悠明裡面 然後這是我們的周期 先從剛過去的 我剛到的時候,隔天空間就說 誒你要不要去參加一個比賽 我說誒比賽,好啊 我都沒時間跳成十殺我們就去了 這是我的團隊 然後我們的制服 都穿超人服啦 所以應該比較強 然後比賽內容 你看這個你猜得到比賽那種是什麼 這是泥巴 我們參加的比賽叫做Pick Wrestling 要在這泥巴裡面 裡面有一隻豬 我們去抓 然後放到什麼裡面 然後當然我們拿到冠軍了 可是拿冠軍也是說沒什麼啊 因為我們參加的是Junior組 就是從八歲到十六歲 我們那時候十五歲半 剛剛好 他參加的只有兩組 第二組是八歲 然後這是我們地區 其實我去的五四四零地區 他們交換學生也做得很好 我們去之後一個禮拜 他就有辦交換學生的行程訓練 告訴我們錢要怎麼保管 然後保險卡要怎麼弄之類的等等 然後這些他們都幫助我們很多 也讓我們很快適應在那邊的生活 然後就是我們一起去交換學生的大合照 因為我們在瓦泥巴裡面 真的沒什麼東西 所以我們那時候也只能去爬山這樣 然後這一張是後來我們辦的是 就是Outbound的交換學生的行程訓練 我們Outbound他們也有辦交換學生的行程訓練 我剛才沒講 我們地區 光是我環遊泳洲 就是台灣的七倍大 所以很難把所有交換學生都聚在一起 還要一些長官們一起來 這是跟我們討論一些交換學生的事項 我覺得我們地區這方面做得還不錯 就是可以有這個能力把大家都聚在一起 然後做一些事情 然後現在講我的高中生活 我去的是Learning Senior High School 拉瑞尼高中 就是整個城裡面唯一的一組高中 因為我們城才三萬人 然後到另外一個城還要五十英里 就是開車要至少一個小時才會到 所以我在高中生活 我也是選跟正常人一樣的科 一樣的數學 一樣的題目 那英文就是有些比較難的地方 還是不太短 可是至少還可以跟上一條 在美國的課業真的很簡單 很多美國人我不知道他們是真的不會 還是就是都不努力 三點放學 時間這麼多給他寫作業 作業就是不寫 所以出來我們當然就是比較優秀 我們亞洲人的人很會讀書 他們都說 他們每次上數學課都要按計算機 然後我們都用心算 他說你怎麼算那麼快 他說如果你一旦算機 我跟我腦袋算一樣快的話 就一樣 然後我覺得在美國上很多課 我覺得最難的還是通認 這個是我上通認的時候 我自己額外做的加分題 因為我那時候成績只有1 可是差一點點就要到1 我就拚命做加分題 我做了三個 可是就是因為我通認真的很差 所以那個形狀都很奇怪 不過還好啦 還是給我這樣 分數還是有提高這樣講 然後 Darreni 很特別的就是 我們有一所 就是整個威雄嶺裡面 唯一所大學 就是NHersio威雄嶺 威雄嶺大學 你可以看到 我這是幾乎在城的一段牌 另外一段已經是 看到市的另外一邊了 這整個市就真的很小 可是我們的大學真的很漂亮 然後也因為大學在這邊 我們可以看一些NCAA的比賽 像是籃球 足球賽 這個就是我們的足球賽 Wyoming我們只剩Carways 所以這些是 我在大學比賽的時候 大學他們有比賽的時候拍的 我很幸運 因為我那時候剛好第一空家 他們有票 帶我去看 我第一場去看 結果是坐在VIP 他們有票 真的 就是坐上面看的感覺就是不一樣 尤其是在威雄嶺很冷的地方 你可以住在那個高等的Level 就是 都不會冷 裡面都感覺不到 然後有空調 然後這是裡面給的餅乾 就是足球啊 然後牛仔 那種牛仔區啊 很特別 然後在美國 也不曉得 就是要打 不好意思 這圖片有點寫心 只是 我跟我第一空家去打獵 不過 這不是我射的 因為我不能合法 就是射 那種 然後 這是我們 空家 第一空家打到的 是領養 就是剛剛 那個 不知道誰 剛剛看到那一隻 挑戰我們很大的 這樣 然後 在威雄嶺 當然特別的一件事 就是下雪 雪季 從 十月 到六月 所以從十月到六月 就可以看到雪 很冷 跟阿拉斯加差不多 阿拉斯加的難度 有很多這樣 然後 在這邊很特別啊 就是 我都可以 堆雪人啊 然後 去外面玩雪 打雪仗 可是 到 後來 後期 就是剛看到雪之後 還在新鮮邊 那邊去打雪仗 就是要每天都要去殘雪 每天殘雪 每天殘雪 像這張就是 我前天晚上 左下角這張 我前天晚上才殘好 隔天 一起來 雪又那麼多 還要再殘一遍 這樣 整個樓梯都快淹沒 然後這張是 在 威雄嶺 每一個市 看起來 只要有下雪都會變這樣 都下雪 然後 當然有下雪就要去滑雪 滑雪也是很好玩 然後 我在一整年去過七個不同的滑雪場 滑了將近兩千美金 不過 也因為這樣學了很多 滑雪 也進步很多 從一開始 站著雪橇就會滑倒 這樣 然後 墊到現在可以 就順順地滑下來 然後不會受傷 然後這些是在美國 過得不一樣的經歷 像 改恩節 我還有吃到很多雞 然後 然後 萬聖節啊 切南瓜 復活節 彩蛋 還有聖誕節 比較特別的是 因為我住在 宛永明是山上 所以 我們可以自己去山上 去看 去自己看 哪一棵樹你喜歡 然後我們就可以砍下來 當我們聖誕樹 所以 那時候我們就挑了這棵 然後聖誕節 很特別的就是 就是 我宏家有給我禮 然後 剛好 我那時候 在比爾宏家 然後 宏媽是西班牙人 她很喜歡古牌 所以我每天都幫她 切菜啦 欸 就切洋蔥切到六點杯 這樣 後來她就說 欸 聖誕節她說 欸她很感謝我 這樣 幫她們煮飯 所以她就給我一件 我一群 哈哈哈哈哈哈 繼續擠 然後 這是我們福倫社 裡面辦的活動 所以福倫 在美國 福倫社他們也會自己辦一些 當地的活動 但這是 籃球比賽 舉起一個 比較有名的隊 來跟我們 來跟我們比賽 然後 兩個比起來 很有娛樂效果 因為都是一百多分比賽 三四十分這樣 另外一隊就一直得分啊 不過 就是 人都會去買票看啊 就當一週七來看 那樣子 好 也因為這樣我們 就這樣 就有一點在賺錢 然後也可以 出去再做公園 然後 這是巴士旅行的時候 在拉斯維加斯 很紐約 巴士旅行 發生很多事 可是這件事就是很特別 那時候 你可以看到 紐約紐約上面 有一個 雲敲飛車 那時候剛好在 我們在拉斯維加斯 他們就跟我說 雲敲飛車很貴 可以不要去坐 就不要去坐 我就想說 都來了 反正就去坐 去拉了一個人 給我上去 在我們在排隊的時候 就說 第一次來拉斯維加斯 好緊張喔 等一下還要做這個 有點興奮 然後 等我們排到的時候 那個收看人就說 前面那個男生幫你付 然後那個男生 就轉過來跟我說 欸我聽說 你第一次來拉斯維加斯 好好享受 他就幫我買票了 然後最後 這是一張 我後來在學校 學校給我一張 修業證書 一張子 之後一年的修業證書 我覺得學校很好 他們還有發這個 因為我知道 有些學校他沒有發 就有一個證明給我 我也這樣很高興 好最後 謝謝大家 我要謝謝我父母 還有地區給我的幫助